各位評審,老師,大家好 我們的主題是高山上的聖典 我們的方向是來自於老師在課堂上面出了一個請使用回收物做出一個作品的作業 我們花了很多心力去找有關教堂的故事和玫瑰窗代表的議堂 所以決定要做出一個具有傳統又創新的教堂 我們將它的地點設置在荷花山人和路一帶 這個地方是因為它是山上所以具有崇高有捲頂天下的意外 那荷花山上會下雪 所以我們希望利用它的雪景更襯托出這座教堂四季的變化多端 我們的作品套色,我們是以犧牲構建的方法來感受寬大和景點包庫的感覺 而最頂層的小禮拜堂是整體建築物唯一在水平下的部分 另外我們的主題是高山上的聖典 設計引來了不同的意義 它就像是教徒們的聖經一樣 一來到最後的地方就會有安靜的感覺 所以又有聖典即為神聖的典籍的意思 另外它是一個神聖的殿堂 又有充滿和平和溫暖的地方 所以也有聖典的意思 以上就是我們的研究流程 我們這種包庫的想法一開始是來自俄羅斯娃娃 俄羅斯娃娃原本就是被拿來祈願又有圓滿的意思 那我們還是保留了一些哥格式教堂的一些基本特有元素 像是尖頂巢上代表著人跟神處在最近的地方 而玫瑰窗照射下來的彩色光芒則是神給人們的回憶 我們也引用了安藤宗雄的名言 建築的一半依賴於思維 另一半則源自於存在於精神 當你在高山上的烏火中看見這座發光的教堂 就有如在茫茫大海中看見指引人方向的燈塔 我們希望來到這座教堂的旅客或是教徒 都可以有被指引名燈看見希望的感覺 最上面這一個是我們的總統面圖 紅色的區塊則是我們一樓部分 也就是整體建築物的核心 一二萬山牆都是屬於裝飾牆或者是瞭望台 並沒有實質的空間 而藍色的區塊則是教堂的電梯 主要是用來連接B1的道路 電梯旁邊設有旋轉樓梯 當你走向B1的時候還可以一邊欣賞無敵風景 B1的平面圖 B1的空間主要是提供玩樂和休閒的地方 我們加它7分之3的牆用強化玻璃為目的設計 最上面的圖是左側立面圖和右側立面圖 這個圖則是B1的外牆 透光的部分則是我們想要用強化玻璃來表示的地方 最後這個圖則是一樓的禮拜堂平面圖 紅色藍色綠色區塊分別是電梯後台準備區還有兒童禮拜堂 另外還有波音室近身室大舞台設計等 最上面呢四邊形的區塊是我們的基地板 而教堂的出入口則是以橋梁當作設計 彩繪玻璃的部分我們利用光透射的效果 使教堂充滿了柔性和和弦 最右邊的這個棕堂 它就是以玫瑰窗造型的棕堂 有了和平和平安的代表 我們的製作過程呢是先用兩塊矩形的木板 在下面那塊木板呢挖出我們要的水池的形狀 然後用保麗龍板和木條做出我們水池的深度 之後呢這個我們的教堂主體則是用三個邊長冷茶3.5公分的正方體 用穿出的方式來固定它的擺放方向 那我們B1的小正方形是和主體教堂最內部的小正方形相差3.5公分 之後我們在它的外面貼上我們加工過的玫瑰玻璃窗 之後我們在它的左手邊坐上這個教堂不可或缺的中塔 它的外牆是用三個六角形之後上面插上教堂不可少的十字架 最後我們為它配上電燈 我們發現LED燈無法上光 所以我們為它附上棉花做出類似上光的效果 那最後再做上人數之類的裝飾 下面這兩張呢就是我們最後的成品圖 謝謝大家